NEO 了事件以天天同心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Trizor Roland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CUP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九頂鐘方向的 藍色玩家選擇了Trizor Roland 這位選手是GO Trizor Roland開局他的特色是會送兩個果子 那他的羊可以放到這個魔方裡面 可以慢慢產生肉類 就像聖物一樣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Trizor Roland則是慢慢產生食物 但這個食物也不一定要全部放進去 你也可以拿出來吃也是沒問題的 那在一些高分段的高手裡面 他們還是會把羊拿出來吃 也不是完全不吃這個羊 如果真的缺肉的情況下還是要拿出來吃 Trizor Roland的特色是騎兵單位的增傷效果 非常痛 他的閃避馬跟重裝駱駝 打起來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那後期驅逐的洛人主要是可以打大象弓兵 還有這個火槍作為主力 駱駝駝馬 都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他的薩地力呢 是可以讓食物的消耗減免非常多 所以他出肉類的單位都是非常划算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大約出身頂位 兩點鐘方向的朝鮮人 那朝鮮人呢 他的特色是挖石頭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劍塔也會自動升級 每三個時代劍塔都會自動升級到下個時代的對應的劍塔 那後期呢 朝鮮人的劍塔也是射程最遠的 一層技術可以讓劍塔的射程高達13點 那朝鮮比較尷尬的是 他的騎兵路線非常的微妙 雖然有跟蹤技術 但沒有品種 沒有三弓也沒有三防 但是卻有大落馬的文明 那朝鮮人呢 本身的工兵鎧甲是免費贈送的 所以前期很適合打工兵開局 或是打這個馬公開 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火槍也是 那為什麼馬公是稍微呢 因為他沒有安息人戰術也沒有品種 所以也是要看情況去轉出馬公的 那擊兵呢 跟槍兵劍兵有事 但是這個路線呢也算是堪用 除了還是比較採用槍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阿拉伯地圖 那這個地圖呢 看起來黃金前面有個高地非常難受 但會不會要圍的話 儘量圍出來一點 不要讓這個高地給對手用 那如果要圍出來的話 風險就會稍微大一點 那左側這個地方呢 直接圍石就可以了 或是要小圍的話 這個要小圍的話就很尷尬了 小圍這樣子圍 好 可能這裡不圍 直接這樣子圍過來 好 這裡圍到底 好 這裡圍到底 好 黃金圍出來 這樣子 最主要還是要靠TC聯防 會比較重要一點 那看一下打高這裡 打高這邊的黃金 位置在前方 這裡不太好 好 但還好他的主金在後面 當然驅著盧倫 前期比較重要的是 是個模仿的位置 那模仿位置 如果一開始只能在前線的話 就會很尷尬 如果模仿被人家壓著打的話 就會很危險 那目前看起來 打高這邊的黃金 位置也不是很好 前方的石頭也不是 那朝鮮人這邊呢 他的黃金呢 是比較後面一點 這塊還可以當附金使用 所以比對手還要好一些 好 這邊看到朝鮮是拉了 這三隻村民出來蓋劍塔 跟射箭場 那這邊赤猴好像沒有看到喔 槍兵趕快過來 好 劍塔蓋好了 直接控果子 看可不可以把這個模仿給控下來啊 如果能把這個模仿給控下來 待會壓力喔 就會小很多 好 這裡稍微 玄套爆打一波 好 直接補一個房子 這邊是想要讓羊不出來嗎 安迪開始開搞 搞你的模仿 看可不可以把這個模仿給搞出來 裡面的羊直接被打出來 那還是可以喔 好 那羊放出來 可不可以帶走 這好像有洞欸 好 直接抽羊 我的天 安迪成功抽到羊 好 家裡的槍兵抽到肉馬 好 幹走幹走幹走 有一隻好像被拿回去了 好 最後是偷了四頭羊 小鎮 又一頭回來了 好 五頭羊 那後面的肉馬可以攔截一下 綿羊的位置 結果肉馬好像沒有攔截到 好 又看到了 羊羊直接回家 往左走 好 安迪這邊偷羊失敗 結果這邊槍兵直接撞上 肉馬送掉兩隻 現在朝鮮這個槍矛前鴨確實打到的東西 想要衝出這個果子 但是沒有挖石頭關係 這三隻村民 現在就沒事做了 只能原地折返 那有挖石頭的話 可以繼續開插劍塔 那如果挖石頭的話 自己會傷經濟喔 但是朝鮮人已經算是 不那麼傷經濟的文明了 畢竟還挖石頭速度很快喔 不一定要拿這麼多的村民去挖石頭 好 那如果塔工沒有繼續的話 待會家裡要防守的話 壓力會比較大喔 因為家裡現在兵力也不是那麼的齊全 甚至射箭場也在外面 防守的話 還要把這個毛兵拉回家防守才行 好 去中了 這邊是大量的毛兵 騷擾路線 看一下 這裡 右邊已經為死 小微部分並沒有完成 上方直接被抽了進來 但是村民直接回頭爆打一波 直接把弱馬給扁死 後方的攻兵要小心 但這邊是小心緊密槍兵 往前戳 後面的弱馬開始騷擾 好 毛病終於拉回家了 把戰場開到對方家裡 這是一個很好策略 好 槍兵上高地 直接戳毛病也沒問題 想戳誰就戳誰 當然如果能戳到對方的馬是最好 好 這一波交戰 最後朝鮮還是決定要來挖一下石盒 好 前期拖到的那些羊好像又回家了嗎 欸 模仿沒有放羊 難道羊又被攔截了 哇 最後羊還是被安迪給攔截回去啦 這個三羊最後還是吃掉了 OK 那羊羊吃完 安迪這邊經濟還算不錯 但是前期被受到騷擾的關係 現在資源量應該是稍微有點落後的 畢竟要出去插劍塔 所以資源量應該都不會好到哪裡去 這就是 我們這個頻道不太提倡這種開稿戰術 去插塔搞人啊 通常只能虐菜喔 遇到這種高手的話很容易被打出經濟差距喔 朝鮮這邊的打法還是要偏向於插塔路線會比較適合 所以這個就有點不太適合新手玩的文明 朝鮮 因為他不插塔的話優勢又太小 插塔的話又很難 真的打出東西來 好 除非上城堡是在打馬戰車 但現在如果打馬戰車 現在驅座羅現在變成戰毛怪 可能打馬戰車也很難受 朝鮮要打頭石 要打戰毛兵的話還是要轉線頭石車會比較好 頭石車配馬戰車 這個路線蠻適合朝鮮人的城堡時代 好 這邊直接報名報打一波 後面戰毛兵繼續往前壓制 好 這裡兩隻肉麻過來 扁扁 終於拿下 戰毛兵開始往前壓 打理著這個劍塔 暫時沒有時間去處理 朝鮮跟驅座羅兩邊都在升時代 這一坨毛兵應該就是打完收工 待會上城才是重點 這裡毛兵盡可能想要跟對方優換 好 上城堡時代 先點下來是品種 增加一下起兵的血量 好 驅座羅這邊閃兵馬出來了 閃兵馬一出來 要回朝鮮不敢消出馬戰車 或者是戰毛兵 都很容易被壓制住 升到城堡時代的朝鮮 二級射還沒有補下 免費的二級的弓兵鎧甲 現在就很輕鬆 但閃兵馬已經來了 直接蓋跟城堡 這跟城堡蓋一起 順利守住金礦 那箭塔這裡也變成了防禦箭塔 箭塔自動升級 好 前面這個地方 可能黃金會被控喔 先蓋個房子 馬戰車趕快 再出槍兵也很難擋住 後面一隻僧侶遭響到 漂亮 OK 後面馬上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 安迪這一波 完全守住 暫時沒有問題 接下來就要趕快開TC了 OK 開在金礦這裡 這裡也可以開一個 但是如果現在這裡要往前走的話 3TC開啟 可能要走防守勢比較好 主動出擊風險其實蠻大的 好 這裡馬戰車往前壓 閃兵馬送掉了一些數量 好 回頭吧 這裡不建議安迪繼續往前 但是這邊居然偷到了一個聖物啊 前線聖物拿到 左邊這個聖物要趕快拿回來 右邊這個也是 好 現在趕快先農一下 兩邊都是打一個開農 吹哲羅3TC也補下了 那3TC穩定可以農之後 再轉出大量的垃圾兵喔 或是騎兵路線喔 會比較好 先把地的肉量先穩定起來 那朝鮮這邊也是喔 第三個TC也要趕快蓋了 OK 蓋這個黃金礦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不錯的 好 那現在又要來看 兩邊的交戰 這要怎麼打 就閃兵馬直接手勢了防御箭塔 那朝鮮這邊要打贏的話 最好是要趕快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這個閃兵馬其實很怕槍兵路線 他沒有重裝長槍兵好像有點... 無力 最後三隻槍兵換兩批嘛 好 而且還是斗力喔 所以如果有重裝長槍兵的話 這個閃兵馬是肯定擋不住的 好 這裡生理招牆 但好像沒有要撤的意思 直接應招 找到了一隻兩隻 好 這裡馬上彈車上高地 然後繼續抓生鯉 最後生鯉還是被抓掉 好 馬戰車現在開始慢慢可以回農 現在數量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鋒鐵可能還在多一點肉 好 曲子羅直接轉出了戰毛兵 3TC之後 開始轉戰毛防守反擊 二級射待會也能順利點下 二級射也點了 現在弓兵開架也要趕快補 其實馬戰車打沒有開架的 戰毛兵是很容易打得贏的 畢竟防護率太薄弱 好 那朝鮮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可以出投石車 但如果現在出投石車的話 閃兵馬會過得太爽 因為投石車的傷害喔 連閃兵馬他也能閃兵掉 好 這裡招牆 想要躲掉 好 躲掉 招牆一下 走 閃兵馬扛前線 但是槍兵又再次擋住了 槍兵 一直沒升重裝長槍兵啊 朝鮮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 現在這邊升重裝長槍兵 要是對方戰毛出來了 他只要出戰毛就可以全部counter我的單位 戰毛馬戰車 他用戰毛兵就可以解決 確實也是如此 如果正是以戰毛怪的打法來看的話 朝鮮人也可以出投石車回頭來打 對 要不要投石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這也是 打單跳瓷的一個細節 好 右邊這兩個生物 最後沒有撿回去 這兩個 這隻肉馬 做到很好的 防止撿生物的效果 好 阿丹車數量來到了11隻 奉兵開甲要趕快補 戰毛兵數量 11隻慢慢囤起來了 好 戰毛兵往前 直接被馬戰車打爆兩隻 這就是我說的 沒有工兵鎧甲 好痛啊 好 因為馬戰車上來是11點 那現在工兵鎧甲 沒有點的話只有4防 就算點了2防 遇到馬戰車還是有點痛 但總比沒有點好 戰毛現在稍微能打了 反被馬配戰毛兵 打馬戰車這個組合非常好 做到長長兵這個時候 終於點下 看到這個 反被馬數量還是有點可怕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些 軍營會比較好 毛兵回頭想要收掉生女 結果後面的生女這樣努力補血 最後是招降到了 一隻馬戰車 結果直接倒地 馬戰車開始原地攻擊 後方的戰毛兵努力輸出 然後盡可能的拿下馬戰車的數量 但撒兵馬的損失好像更多一點 後方生女最後臨死之前 遭降掉了一隻馬戰車 後期的驅救羅人 這一波是打得蠻漂亮的 好 那這邊可以稍微停戰一下 兵力稍微縮減 然後趕快蓋一根城堡往前 這個城堡蓋起來的話 就可以轉出薩地力 有薩地力的話 繼續出槍兵的話 也會比壓力小一些些了 或是轉這個戰毛兵 壓力會比較小 好 投車出來 查一發 沒打到 然後閃 就閃掉 戰毛兵直接手撕 投石車 OK 有彈道學了 馬戰車要危險了 好 但是只有戰毛兵 給到的騷擾妖力並不是那麼的大 朝鮮這邊要打贏的話 最好是要轉出大量的投石車 或是大量的肉馬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 這邊往前補下一根城堡 但是朝鮮已經升級了帝王時代 好 等一下 快地王的時候 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稍微補一下自己的經濟 現在兩邊的資源量 驅逐羅倫的經濟還是很好 已經領先了大約快要三千度的資源 哇 這裡直接上大石牆 等等也上了 現在劍塔再稍微補一下 這邊可以直接這樣圍 但是戰毛兵來不及 還是被漏了進來 這一波騷擾有點傷 鍵塔最後蓋好趕快收村 上兵回手 馬單車也直接撞到了城鎮中心裡 抓掉了幾隻村民 好 這個大量戰毛兵 要不要回頭抓一下呢 還是用出來的戰毛去抓 畢竟戰毛兵現在在前線 要騷擾到人的話 有一點困難 後面有一根城堡 走進去也不太可能 從左邊進去的話 也是大量的城鎮中心跟箭塔 這戰毛兵看要不要直接回頭去抓一下 這一坨戰毛 馬單車 好 三兵馬回頭的路上 遇到了少戰 稍微被阻擋了一下 沒有及時回頭 這毛兵劍狀還是要回去嗎 還是要從後面繞進去看看 結果左邊又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安迪這邊防守打的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馬戰車繼續往後拉 上高地 射寶兵在後方 出出 喔 馬戰車好像要被吃光了 這一坨閃閃馬打得非常漂亮 好 最後的閃閃馬拉走 想用剩下的戰毛兵去解決馬戰車 是不是有點提早拉走了 好像解不乾淨喔 好 升到地龍時代 兩邊升級自己要升的 兩邊都是先升化學 那驅逐路人的銀罐 大滴滴已經點下了 接算來 不管是要出什麼吃肉單位 都會非常划算 這裡可以考慮先升個三級馬凱 輕奇病路線喔 稍微提升一下 不然就是先升個三級射 待會先讓戰毛兵射程好一點 反正現在轉肉馬的話 實際是比較恰當的 現在是屬於工程階段 要是這邊可以存一些閃避馬 去抓掉對方的巨頭 對於自己進攻效率來說是非常好 好 這邊提升三級射 可能是想要打個保險 讓自己的戰毛兵 他也是能抵抗對方的馬戰車 但是其實朝鮮已經有點半放棄馬戰車路線 反正開始走起了箭塔防守陣 大型箭塔升級完之後 一層技術也上了 讓這個箭塔射程 高達13點射程 8加5 好 槍兵稍微湊一下工程戰箱 工程戰箱想要突圍 但是好像不成功 後方三台巨型頭司機順利拿下 這邊暗地也是有稍微防這個馬包 直接守了大石牆 這樣讓巨型頭司機會比較安全 但上方的城 城市中心好像是掘不住的樣子 巨頭還是成功 拿下上方城市中心 但自己的城堡已經被拿下 那現在驅逐路人 第三級馬凱也馬上補了 火炮直接按了三台出來 三個BK 開始出火炮 那三台火炮的話優點 就可以直接秒殺一台巨型頭司機 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這個大石箭台傷有點痛啊 這邊即使用火炮打箭塔 箭塔也可以反擊回去了 這就是朝鮮箭塔最討厭的地方 朝鮮這邊最好是要趕快轉一些戰毛兵 槍兵升上去之後戰毛趕快轉 不然待會對方戰毛的數量起來也會很難受 這邊戰毛已經升級好了 那現在怎麼辦了 現在這個火炮 三台 好像要拿下這根箭塔 箭塔好像修不起來 好 那現在情況上是對朝鮮非常不利 朝鮮出垃圾兵優勢也比較大 所以這個木材消耗減免 但是現在經濟狀況一直被控 雖然聰明現在領先對手 但是聰明一直在四處逃竄 一直去新的地方去開採支援 右邊的工程器 還在進攻 上方三台巨頭 沒有機會可以架起來 現在一架起來的話 也有可能會被打高三台火炮 瞬間秒殺一台 二攻也要補下 這邊閃兵馬開始再重新蓄人起來 金瑞斯利摩瓦殺起兵 眼睛點下了 朝鮮的鑽瓦技術 重遇提升 頭石車這邊朝鮮人可以考慮轉一下 枪頭 槍戳 這個朝鮮人的頭石器 這個金罐技術可以讓 頭石車射程更遠 所以如果能升到中頭或是重頭的話 武力會很不錯 但他的問題是對方有火炮的關係 頭石車要是出太多 你會被反制回去 所以後期這邊打法會非常複雜 一定要槍逼配戰馬再配一些肉馬 什麼都要出了 才有可能跟對方打個五五開 朝鮮人後期的科技限制 就是害怕對方的火炮 那打高也很清楚 對方怕的是什麼 現在是怕閃閃馬火炮 那如果有戰馬兵就不出馬戰車 你沒有馬戰車 我的閃閃馬就會很舒服 盡可能閃掉你的大型艦塔跟城堡的傷害 好閃閃馬在後面 繼續無情輸出 這一波打掉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後方的僧侶好像還沒有擊掛欸 還有兩隻僧侶再繼續輸出 槍兵趕快出去按 火炮也補了出來 後面的村民 槍兵開始開戳 結果巨型頭石右邊的城堡沒有拿下 這一波交換 馬戰車是損失了 到 就是馬戰車 閃閃馬損失了非常多 但左邊又來第二坨 閃閃馬點下薩蒂莉之後 相當便宜阿 一直按一直爽 反正我黑閃 而且打臭名很痛 哇哇這個血量掉得很快 好現在這個情況 朝鮮人 要打贏有點困難了 左邊三殺馬已經殺紅煉 槍兵一直往正面補 正面的槍兵就已經發不夠用 現在才能有明顯上的嚴重問題 軍人來不及補下 安迪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 驅座羅拿下比賽這裡 最後一波閃閃馬殺進去 吐了個爽 這邊就是已經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驅座羅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食物的部分甚至贏了大概快要七八千左右 正面的部分看起來火炮 這三台出的很關鍵了 這個火炮出完之後 也沒有再繼續大量生產火炮 因為對方有大型箭塔要打回去 還是要靠巨型投資機會比較好 但打高似乎沒有想要繼續攻城意識 覺得閃兵馬衝進去就完事了 確實這個想法是很OK的 對方的槍兵也來不及努力成型 這個軍營的產能是一個問題 最後軍營的產能是很少 只有三個軍營有在產槍兵 最後費你閃兵馬 可以打得很開心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